在这个世界上那个地方是最穷的 相信很多人都会说是非洲 确实如此 这个国家确实非常穷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贫民窟 他们过住鸡不果腹的生活 但是这些生活也是他们自己选择的 因为他们非常懒 非洲人为什么会那么穷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很懒 并且懒到一定程度 他们不想上班干活 只要每天能让自己吃饱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也不注重发展 虽然他们有很多带开发的资源 但是他们并不想去劳动 有很多国外的企业来到非洲开发资源 在这时候 他们想要招到廉价的劳动力 是很简单的也是很难得 简单的是给他们钱 他们就会帮你干活 但是他们只会打一些民工 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他们觉得如果要靠工作来富裕起来 这对他们来说 简直难上加难 所以他们更多是发展一些农业和畜牧业来养活自己 至于工作干不干 也都是取决于他们的心情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有穷人也有富人 而非洲的穷富差别是很明显的 虽然非洲有很多穷人 但是他们的富人土豪也是大有存在 而这在这两者之间 我们完全能够感觉到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在非洲的土豪 他们非常喜欢炫富 他们觉得炫富就是在彰显自己的身份 这和那些穷人非常不一样 一般他们用的手机都是黄金的外壳 当他们拿出手机来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富二代 或者是富一代 并且在这些土豪的手上 他们每个人都会佩戴一个戒指 这些戒指也都是黄金戒指 并且很重 除此之外 就连他们头上戴的帽子 也都是黄金做的 这简直是太夸张了 但是对于这种人 他们之所以表现得这么明显 他们的身份也是很高的 一般能这样表现自己的 基本上就是部落的酋长 或者是国际级别的人物 他们才会才敢这样去做 还有一些土豪 他们直接把平常穿戴的东西 都做成黄金的 比如说头盔 对于我们来说 头盔就是一个保护作用 但是他们在保护头部的同时还要炫 越炫越好 所以他们都用黄金来制作 在我们看到非洲的大部分土豪的时候 我们就会感觉的他们一身上下 几乎全部都是黄金 黄金的首饰 黄金的衣服 黄金的配饰 他们的出行工具 也是黄金的外壳 豪华的内力 其实这对于很多人来说 虽然有羡慕 但是也有一种不理解 有可能这是非洲的一种文化 但是这在中国还是不常见的 毕竟中国还是一个比较保守传统的国家 相信也就只有非洲这样了吧 很酷